好 你看一下第一題喔 它說以致圓後半徑是5 我已經告訴你了 OK 然後呢 圓心座標是00 請問你哪個點在圓後上面 那其實這個題目喔 你可以這樣想喔 我現在有個圓 OK 然後呢 這是圓心 圓心剛好就是那個圓點嘛 這是X軸 這是Y軸 然後呢 它講說這個半徑是5 好 請問你下面哪個點在圓後上面 那是在 點到圓心的距離應該等多少 等於5吧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告訴你啊 06不可能 為什麼 哪裡是06 0 這是05吧 06應該是更往上 對不對 所以豬可以直接畫掉不可能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55這個地方 如果這裡是5 這裡也是5的話 請問你這裡5 請問你這裡在幾比幾 1比1比 更號2吧 那請問你這一段應該多少 如果這裡5這裡5的話 這一段應該是5更號2嘛 請問你它等於5嗎 沒有 所以 A也不能選 所以在選誰 選這個 因為它等於幾比幾你知道嗎 它等於1 2 3 然後呢這裡1 2 3 4 好 這個點 請問你它幾比幾你知道嗎 它是3比4比5 所以答案選擇是b 聽懂嗎 所以這題目考著說 圓到那個點的距離 圓心到那個點的距離應該等於5 好 所以答案應該是b 就 muss來答案 OK opens 今天請問你 找到這個點距離 是5比4看著